而针对王金平的声明和动作 学生团体表示已经感受到了善意 也认为这是经过三周的努力之后 终于得到的时局进展 不过对于退场机制以及核实退场 学生领袖表示正在跟伙伴们讨论当中 反服貌学院延续三个星期 王金平首度到议场探视学生 声明对服貌将先立法再协商 学生团体肯定王金平的做法 认为这次经过三周努力后 终于得到了实质进展 看到同学们流血流泪 也经历过很多的不舍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 这个岛屿终于渐渐天光 今天王院长愿意站出来 事实上是在重申了国会自主 的一个力量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 接下来的过程当中 他能够更积极地扮演这个角色 由于现场传出 在领行动可能退场 或转进他处 不过学生领袖对于时程 没有具体回应 我们都会积极地 跟参与这场运动的伙伴们 大家一起讨论 那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这个讨论会持续进行 由于马英九总统 只愿意召开经贸国事会议 下午学生及公民团体 在青岛东路 济南路舞台 举办公民宪政会议 草根论坛 凝聚公民共事 参与者相当踊跃 林飞凡及陈维廷等人 也在会后出面 向所有支持 声援的伙伴致意 他们说 下一步如果定案 会马上向大家宣布 记者陈嘉欣 陈昌伟 SNG小组 台北报导 那是 网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